大家好,这里是ptstudy真题讲解RO部分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第52道题 我们看一下题目 52道题总共只有5句话 我们从第一句话开始看 还是先判断哪一句话是首句 第一句话一上来的时候 就说到了所有的动物 都有强烈的探索欲望 但是对于一些动物来说 探索欲望对于它们来说是更重要的 所以说第一句话我们可以看到 它里面没有任何的指示性带词 或者说信号词 也没有任何的人称带词 所以说第一句话我们可以占定为首句 它是相对比较独立的一句话 而从意思上讲 它主要讲动物都有很强烈的探索欲 而对于一些动物来说 探索欲是比其他动物要更强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句话 第二句话是说 如果它们把所有精力放在一个完美的生存技巧上 它们就不会为周围复杂的世界而烦恼 第二句话一上来就有个人称带词 所以我们知道第二句话肯定不是首句了 从意思上来讲 它就是说 如果它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完美一项生存技能上 它们就不会被世界纷繁复杂的世界而困扰 它们的世界所以说相对来说就会简单一点 我们大概记一下每句话的意思 然后再看有没有相关联的句子 好了我们再看第三句话 第三句话说的是什么呢 第三句话说只要有吃蚂蚁的有自己的蚂蚁 烤拉呢是有自己的香树叶 那么它们就满足了生活很容易 这句话呢其实具体是在举例子 举例子说吃蚂蚁者有蚂蚁可以吃 而烤拉呢有自己的树叶 它们这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它们有一项自己非常 已经完美的生存技能 这两个例子呢其实针对的是这一点 有一项已经很完善的生存技能 它们的生活呢就会变得很容易 生活变得容易呢也对应的是 它们不会被纷繁复杂的世界所干扰 对应的是生活很容易 所以说这两句话呢 它们应该是相连系起来的 我们再看下一句 下一句说这取决于它们进化过程中 变得多么专业 它多么专业 专业跟一个词 跟我们之前看到的一个词 非常的相近 那就是profession 这个词是很相近的 从意思上呢可以说是一个 统一替换的一个词 并且这里面还有一个人称代词 是类 这个类指代的是谁呢 应该是animals 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句话相关的两句话在这里 所以说我们暂时判断这句话放在这两句话之间 跟在第一句话之后 接下来我们再看最后一句话 最后一句话是说 非专业人士 然而世界 动物世界的机遇永远不能放松 首先呢 它一开始讲的是专业人士 那些已经 perfection啊 或者已经 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很简单 它们已经specialized animal来说 世界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 然而however 转折 对于那些非专业人士来说呢 机遇呢 是 永远不能放松的 在动物世界呢 机遇是永远不能放松的 所以说这句话呢 我们可以把它占定为最后一句话 第五句话 我们来把这篇文章 大概排一下顺序 从第一句话开始 大致的顺序呢 是这样子的 首先第一句话 先讲对于所有的动物来说呢 它们都是有什么的呢 它们都是有强烈的探索欲的 但是对于一些动物来说呢 探索欲对于它们来说是更重要的 这取决于什么呢 这个探索欲是否重要与否 取决于它们呢 在进化过程中变得有多么的专业化 而这个类呢 指代的就是动物animals 而这个depends on呢 什么depends on呢 就是它们多么的 对于它们来说多么的重要 这一点来说呢 这个是depends on how specialized 好了 我们再看下一句 下一句呢 又说到了 如果 如果它们 同样有个例 如果它们把所有的精力呢 都放在 使一项生存技能完美上呢 它们就不太会被世界 纷繁复杂的世界所干扰 所以说呢 这就意味着 只要吃蚂蚁的 吃蚂蚁者 有蚂蚁吃 考拉呢 有树叶吃 它们的生活就变得非常的简单 生活简单 对应的是不被打扰 而这两个例子呢 对应的又是怎么样子 去让一项技能 所更专业化 更完美 最后一句话 最后一句话 因为之前讲的都是专业人士 或者说是有更专业技能的一些动物 而最后一句话讲的呢 则是非专业人士 没有专业技能的动物 however 一个转折 对于它们来说呢 动物世界的机遇呢 是不容许它们去放松的 好了 以上就是这篇文章的一个大致顺序 谢谢大家